大家看见了吗 你看这个花 它为什么叫美国红花熊 因为它开花比较迷 但这个普通的哲尾 它的花期 或者叫白色红花 它真的也都是开90来圈 再一个是真的开到128天 并且抗零下21到22度的地位 它的这个羊植不和这个 但这个普通的哲尾是一个样的 它这个土壤 一般的土壤就行 现在这个城市绿化 和这个乡村绿化 连这个亭尔绿化 都容易带这个屁纹 其他屁纹现在基本上淘汰 它这个屁纹 主要是抗屁纹 它还抗一种叫什么 它在花工厂里 排个气体抹了以后 它抗一种叫复华性的 就是什么气体抹 这个三原味 扬植起来 它是土壤方面 还是比较简单 它酸性和坚性都可以 它不会这个 但平常这个花 也很破烂样性 一般人都拿的 特别的就是认为它很 用什么土 长点复制土吧 没那个比较 平常这个 这个土壤的泥土都可以 稍微有点 寒虾性大点的也可以 鱼卵羊 羊起来吧 它很简单 你想得室内养殖的话 豆腐问我以后 刚才买花 问我你几天教育费 这个嘛 我不能你顶时间 因为我呢 这个 我带这个大鸿 现在 折着折一旺 现在我都是两天教育 两天教育费吧 也不实际是根据这个情况 你看这个 你看到牙子大大了 你比较得教育 它牙子折身 但是你看看这个图 你经常不一般差 这个图 有点干了以后 你也得教育 你带这个石那样的话 你都 三四圈以后 你都可以看看这个 这个牙子 这个 噢 这个牙头 是不是全肥了 谢谢大家